由信念沿路帶領 從迷霧裡找光明 毋入醉黑暗路程 人都沒有身影 人曾偏遠盡沒見證 全憑直覺造反映 轉心細緒去聆聽 夢像眼睛 不停 凡人用雙眼與望望見 心眼無縱收編 真相昏於光源悔滅 害怕一寸掛念成為弱點 才伸手去剪 為城內失神仍能預見 感覺原來未變 還有另外撲一視戰 必怕有聲眼淚模糊思仙 情懷緣時當天 塵埃未燃 今天的法官是Never 他這麼拜託你, 開心吧 法官, 如果我當事人繼續穿藍裝 他會很不舒服 這裡不是你的舞台 想不到這宗案最棘手的不是華人 是Never-Wall Annie的過去有對他不利的證據 但我們也可以找到對他有利的點 證明他對女生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現在連見都不想見到他 你還叫我替他出庭做證? 停車 出去吧 別動, 慢慢走 你們坐下… 你去哪裡? 泡水 我來吧 不…你剛才薄草好吃的 坐下…讓我來 那我坐在這裡等你們服侍我了 水來了…快點喝吧 謝謝 阿姨知道醫院的東西 你一定吃不習慣 所以我煲了你喜歡的菜乾豬餅粥 來 真棒 好吃的, 怎麼樣…行不行? 來…真棒, 真棒, 真棒, 真棒 去哪裡?阿姨嗎? 是呀, 都說不准動了 阿姨, 我不動又怎麼去洗手間呢? 用它 不是吧, 阿姨 怕什麼臭 你小時候也沒有飛鴨仔鳥 來, 你真的找了很久了 真棒… 他這麼喜歡被人服侍, 你任由他吧 阿姨, 我知道你很累了 不如你回家休息一下 阿曼俠他, 最擅長的就是照顧人 放心交給他 那好吧, 那我就走了 你呀, 吃粥呀 是 好呀 我也走了, 你們倆兄弟慢慢玩 先回家吧 是呀,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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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了, 哭了一點 真的沒事吧? 畢竟是傷者 我殘忍的, 又說沒錢交租? 是時候再吃虧債了, 是嗎? 水 來, 放一個蘋果給我 租金呀 謝謝 蘋果還是不定途, 煮兩個面子 要我走來走去, 想我快點適應你身腳吧 關心別人就出聲了 如果你覺得我當你做阿四是關心你的話 我不介意繼續讓你服侍 你就想, 我告訴你 我很快就可以適應這隻身腳 就練得好像以前那隻舊腳似的 到時候, 你雙倍奉還回服侍我 差點 我先煮麵 幹嘛鎖門?又在看四隻嗎? 是呀, 免得你又來妨礙了 先冷氣 婆婆阿姨, 我的護褲糕都用完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嗎? 疼你了 還是太多鞋帶不適合我 拿去試試, 不適合就扔掉 是這間吧? 肯肯定是 譚詠先生每天喊周前面的兒子課學之後 都來這裡吞下午茶 怎麼樣?還不走? 是不是想要跟她打包? 這裡丟掉牌照, 還走? 走吧, 還望, 沒見到美女 喝完美 喝完美 過煮吧, 還望 走吧 靚仔 怎麼了? 別碰我 你不要碰我 別碰我 我認得你, 你是潘的律師嗎? 師爺, 弄清楚 給我一個兒子 你是不是想像那些懶惰師爺一樣 拿下單來醫血我, 拿下工 你幹什麼? 寶貝, 走槍槍 謝謝爹陪你去那邊, 好嗎? 來吧 來吧, 爹陪你去哪? 你放心, 我們又怎會相逢 我不是說是David仔和你 我也是想跟你拿牌照 喝口茶, 冷靜點 想清楚一點, 究竟你在認定Annie是男人 非禮你之前 你是不是一直都覺得 David仔這個老師很盡責 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你一點都不覺得 亦不知道她不是一個女人, 是不是? 以我所知 你在那個更衣室拉開那堂玉簾 看到Annie有男性性症身體之前 你們還談得很開心, 有說有笑 Annie還是很開心 你以後再打拳的話, 我連兒子也不會讓你碰 很危險, 別淘汰 你看她穿了我的新鞋 又多笑容, 身體又健康了 你買給她的那雙也不是二枝磚用鞋 你知道嗎?有訓練狗的專家曾經說過 最初訓練狗的時候要給她類似 零食的甜頭, 她才開始訓練 是呀, 我忘了 她是得意可愛, 小狗狗 怎麼不反擊?沒力氣? 在想事嘛, 在想 究竟為何譚詠秀這麼討厭她老公打拳 最奇怪就是她不讓她老公碰 你知道嗎?她老公以為我們兇他 他打算關心一下他, 打他肩膀 你知道嗎?譚詠秀好像撞鬼 喊了出來不讓她碰, 也不知做什麼 用過這個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分析 觀察一個人的行為 就可以了解到她的心理 譚詠秀這麼討厭她老公碰 證明了她夫妻的關係不好 搞到感情生活出現了問題 就搞到心理不平衡 哪用什麼心理分析? 我一聽就知道, 她罵她老公 你們這些男人都是壞人 就知道她老公在外面滾 嫌棄她老公碰過其他女人不讓她碰 你們兩個說話也有可能 Coco, 不如你去找譚詠秀和她老公 看看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 或者找到為什麼他們會針對Andy 好的 學生真的很想念你 經常問Spoon什麼時候回來 尤其是David 他真的很想你看他賽牌和表演 對, 可惜暫時我沒什麼可以幫你 學校的老師惹了官非 我也要跟學生的家長交代 校長, 其實我明白的 你已經幫了我很多 以我的身分不是你那麼支持我 根本不會有學校願意請我 所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壓力 Andy, 你忍耐多一會 盲俠一定會幫你打贏你的案子 到時候你不可以回來 然後你和學生一起 Mis Spoon, 我很想念你 過來跟我一起彩排 Mis Spoon也很想念你 但是我不可以跟你彩排 因為我要放假 有我在這裡, 不用擔心 David, 為什麼你不是假裝老虎假裝蝴蝶 又是, 我覺得蝴蝶很漂亮 但是還被同學說男生不會假裝蝴蝶 傻子 是一群同學不知道蝴蝶也有分男生和女生 別不開心, Mis Spoon支持你 如果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正確的 就要堅持下去, 知道嗎? David, 放開他 你自己不男女就算了 所以令我兒子像你一樣 你說什麼? 你是怎樣做校長的? 你不是解僱他嗎?他在這裡幹什麼? 胡太太, Mis Spoon已經是暫時停職 她只不過回來收拾東西而已 收拾東西? 這種人怎麼可以被她拿在這裡 我想要等案子審完才可以決定 我不可以無理解僱Mis Spoon 敢再不公平和歧視 我希望你明白 總之我不管 你不解僱她的話, 我就替David轉口 走吧 你一位學校多, 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你懶得了, 別管她 你好… 你好 你是接小朋友放學嗎 是 我們也是 你們兩個的小朋友? 有, 會出奇嗎? 我手在出門, 快打回我頭蓋 放學拿爹的力氣很漂亮, 衣服 老師有沒有稱讚你? 尤其是對抑 一天都是你, 戴的不要把勞弄成小 糟了, 你和我姓潘爺在一起, 戀了 嚇倒了兒子 好, 小心腳 先生, 是 截了東西 謝謝你 不用 謝謝你 搞定了 謝謝 幹嘛不吭聲呢? 老婆, 不要不開心 如果你不想David扮扮胡蝶 叫他扮回老婆, 好不好? 幹嘛不吭聲呢? 怎麼了?發現了鏡頭? 你不想再扮扮扮? 你們父子是不是要激死我才安心? 沒事的, David, 不用怕… 是不是這樣? 阿英, 幹嘛不打? 我不打拳了 老婆, 你冷靜一點 你不要這樣 我們有什麼事慢慢聊, 好不好? 你這樣一下子是David的 我沒什麼再想跟你說 你最好是你做爸爸做日子 跟他不給你睡覺 你看 這些照片 就是這幾天我偷拍譚詠秀的照片 拍到什麼? 拍下了他夫婦在家屋裡的情形 譚詠秀晚上獨自在房間睡覺 好像很不高興, 睡不着 他老公說睡書房 這張照片譚詠秀進了診所後出來 是拿著一包藥的 我試過查過 他最近也是因為失眠 去看那個醫生, 拿的是安眠藥 不知道為什麼譚詠秀 在他家裡的客廳崩潰在哭 他好像在逃避跟他老公之間的關係 我查到他老公 平時除了上班、下班之外 唯一的事後就是去打拳 但這幾天很奇怪, 他沒去過拳館 一下班, 不是回家就去接兒子下班 那會不會是他借電話去打拳 實質就是用那段時間去見小三 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每一次譚詠秀 一聽到打拳之後就這麼生氣 胡太太 老公 胡太太, 我求求你不要幫Davic退學 他在學校跟老師和同學相處得很開心 我求求你 你怎麼知道的? David, 是不是你打給這個人嗎? 你是不是想氣死媽媽? 知道我聽你這麼疼, 我的白髮老虎 你不要讓我退學 不准學, 我說了退學就退學 胡太太, 你可不可以尊重David的意願? 你選擇逼他做些他不想做的事 會很影響他, 胡太太… 你不要碰我, 臭小子 你自己其身不正 有什麼資格教我怎麼弄小子? 我絕對不會讓David留在這裡 讓你那些不男女的人 教導不知變成什麼怪物 胡太太… 胡太太,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你不可以不尊重David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這個案子針對我 把David做磨心 小朋友沒有… 縮開你的手, 別再騷擾我 法官閣下, 基於本案第一證人 也只是受害者譚詠秀受到被告 搬安騷擾, 我要求撤銷被告的保釋 在審訊期間中的機留 以免證人再受到騷擾 反對, 我當事人只是按他學生 即是譚詠秀的兒子的要求 去勸他媽媽譚詠秀 不要繼續逼他轉校 被告不僅對證人拉拉扯扯 還要他不要因為那宗案子針對他 就這兩點 已經對證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脅 而且藍寶不會再犯 所以絕對有必要把被告機留 辯公律師反對無效 作為非禮案的被告 在審訊期間不避嫌 主動去接觸證人 在期間還發生拉扯狗潛 這已經構成騷擾 我同意撤銷被告的保釋將他機留 不可以 判安他無論判去男機留所 或者女機留所都不合當 法官閣下 我的當事人絕對沒有騷擾證人的意圖 我請你繼續批准他保釋 我保證他不會再有下一次 你怎麼保證? 我願意以我大律師的資格 作為人事擔保 辯方律師, 你要考慮清楚 你現在是用自己大律師的前途來做抵押 法官閣下, 我想得很清楚 我必須提醒你 如果被告下次再犯的話 你很可能因為這樣而被釘牌 以後連大律師都不能做 謝謝法官閣下你的提點 我知道有人因為偏見而不相信我當事人 但我覺得我絕對值得把我的前途押在他身上 因為我相信他是無辜的 就算辯方律師領做人事擔保 但被告的行為的確對值人 求成騷擾, 無論如何都要受到懲罰 但我與被告 現在未完成變性手術身分尷尬 很難判去機留所 所以我決定將被告 去警署報道的次數 由每星期一次, 增加到每天一次 但如果被告再犯 我就會將他即時機留 辯方律師, 你也不要口罕罕 拿釘牌來做成功 到時候我一定會嚴正處理 絕對不會搜尋 好, 你在這兒 Human, 你在這兒 怎麼樣?黃官 說過違法就應該叫我Never 不, 還是規矩一點好 免得被人捉我痛腳 說我需要法官就好了 你串我都要用朋友身分跟你說 我一直都很賤你 但你這次處理這案件實在太不理性了 不理性的是你 你對Annie一早已經有陪伴 幾年前那宗藏道案 你判了他有罪 這次你又直覺覺得他也有罪 這件事是我的專業性的正確 我有說錯嗎? 你從大一庭開始 已經對Annie特別嚴重 就算他真的有去找譚榮秀 他也是為了人家的兒子 不是為了自己 對自己一點好處都沒有 你竟然還判了他肌留 那是因為我知道他說的 都是謊言、是狡辯 你這樣是未審才判 你已經再不是我認識的Never 我亦不想跟這樣的王冠有什麼掛掛 你針對Annie,對人不對事 我也認識你了 不要,你搞的 好 C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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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朋友嗎?挺健碩的 跟你很熟悉嗎 我認得你 上次在幼稚園門口跟男人在一起 最討厭這個人 我們說清楚,是甚麼是這種人 Hilton,你備救了沒有 你覺得我好玩嗎 是,我是故意惹你,那怎麼辦 你跟了你老婆說了沒有? 你也不愛她了 你快點跟她說,好嗎? 你看看我,我正在跟你說話 你尊重我,好嗎? 你不跟她說,好嗎? 你打,如果你覺得舒服的,你打 我看見她這麼辛苦,我更辛苦 你知道嗎?你明明不是愛她的 你愛的是我,你看著我… 媽媽,我不是要讓你妻離子散 我只想你真真正正地面對自己 你這樣戴著面具做人不辛苦嗎 你看著我,想想想我們一起的日子 是否很開心 別這樣了 為甚麼要避開 我們是相愛的 你為何要你這些世俗的眼光 我們相愛就行了,對吧 別這樣了 你不用再管了 我知道你跟老婆沒感情了 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對吧? 難怪譚詠秀一被她老公碰就縮了 原來她老公喜歡男人 也能解釋到 為何譚詠秀這麼討厭自己兒子扮蝴蝶 而且對Annie這種跨性別人士 這麼有偏見 幸好她老婆沒跑到拳館 讓她看到這一幕,真是人都瘋了 現在我們知道為何她這麼針對Annie 這是一個突破點 天姐 行了 浩先生 我們在餐廳見面具認不認得我嗎? 這位就是你太太丹非禮案的辯方律師 文大壯,我是他的師爺 你們想怎樣? 我們想請你做證人 證明你太太是因為你和Mountain的事 所以才對我當時人有偏見 比我當時人非禮 你們為何知道我和Mountain的事? 你知不知道你太太因為這件事 可能會令到一個無辜的人要坐牢嗎? 如果我想停的話 即是將這件事通了天 我也不會做證人的 姐姐 你以為這樣做就是做一個好老公 你正在保護你太太嗎? 其實你在這裡傷害她 你說什麼? 你自己心思套明 你太太一直不願意面對真相 一直在逃避你們之間的問題 莫說你自己也屈到病 你太太每一晚都在吃安眠藥才能睡覺 你覺得這樣真的對她好嗎? 我炸彈早晚會把 如果你願意出庭的話 不僅可以幫到我當事人 還給你一個機會和你太太 去坦誠面對你們之間的問題 是嗎? 是嗎? 你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一下 不好意思, 無謂要答答 你這個謊言和你坐在這裡 我怎麼這麼強硬? 原本我以為我們可以好勝 很多話我不說你也會明白 我原來不是 你是說我說你硬坐在這裡 還是你對Annie有陰影? 我不相信潘安她不是因為五年前我審過她的案件 而是因為我親眼看到她人格有問題 是嗎? 是嗎? 我媽媽剛過世了 她只有我這兒子 我一定要幫她打點身後事 我求求你, 法官過客 你不要判我坐牢 你判我甚麼都行 我不可以坐牢 我一定要出去, 法官過客 被告寬安 就你這些案例 本席本應是判你監禁半年 但由於你情況特殊 所以考慮到可以判你緩刑一年 你好好處理你媽媽的身後事 謝謝你, 法官過客 謝謝你 我見你這麼孝順 所以著情輕判了她緩刑 讓她可以去處理媽媽的身後事 誰知在她報稱她媽媽的喪禮那一晚 我遇到她 你不是去你媽媽的喪禮嗎?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你是不是又貼了東西? 關你甚麼事? 你說謊, 我判你緩刑就關我事 你不喜歡的 你不就把我抓去坐牢 別這樣了, 你走吧 你現在明白為何我不相信判當她 不好意思, 弄斷坐在這裡 再來 這份是你的刑事犯罪紀錄 五年前你被控藏毒罪名成立 你移處理母親身後事和出席喪禮為由 希望當時的藏判官皇官可以輕判你 請問你有沒有出席喪禮? 你不說話就是默認你沒有去到喪禮 就是你欺騙皇官輕判你, 是不是? 枉我以大律師的身分和前途來擔保你 你不是善我吧? 連你也不相信我, 我真的有去到喪禮 你說謊 那晚在蘭桂坊見到你罪到劈禮 我還問你是否說謊欺騙我判你緩刑 你記得你答我嗎? 你說如果你覺得我判錯的 就抓回去坐牢 很明顯你那晚根本沒有去到喪禮 當晚的事, 我很對不起 但我真的沒有說謊欺騙你 我當時真的去到我媽媽的喪禮 你又去到喪禮 為甚麼你會在蘭桂坊醉得劈禮 是否當時發生甚麼事你不想提醒 會不會跟你爸爸有關? は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為你不斷, 我以為你不斷 我以為你不斷, 我以為你不斷 而且這位證人相當可信 因為她就是譚詠秀的丈夫 我兒子冤枉了很久 我知道, 我知道我對不起我老婆 但我不想經常戴著我減影鋸做人 我試過跟她談 但是每一次, 每一次她都避開我 我就對不起, 我對不起 那我怎麼做? 那個炸彈早晚會有 如果你願意出庭人單紙 可以幫到我當時 還給你一個機會 你和太太坦誠地面對你們之間的問題 好, 難道你還想拖下去嗎? 法官閣下 我反對傳召證人出庭 Annie, 我希望你可以考慮清楚 我考慮得很清楚 因為這件案子 我在法庭上被人揭露了私隱 那種感受很難受 所以我明白 譚小姐也不會想把自己的家事 被放在法庭上被人攻審 我不想再因為我而傷害其他人 還有我相信 法官閣下你是一個好法官 五年前能夠基於情理 作出合適的判決 今天也可以一樣 法官閣下 我同意放棄申請新證人出庭 是, 那警方可以繼續考慮 是否提問證人 現在連最重要的證人都沒了, 怎麼辦 就報一報 怎麼報 就算輸了, 只有Annie坐牢 法官閣下, 我決定繼續提問我當事人 變分可以繼續提問被告 五年前, 為何你會藏毒? 因為我當時染上了毒癮 為何你會染上毒癮? 是因為我成長以來 一直都要承受的壓力 從小到大 人們認為男生喜歡玩的東西 我一樣不喜歡 我從小就喜歡做女生 自覺是個女生 但我爸爸除了當警察 還是一個很傳統的圍村男人 思想很保守, 所以他很生氣我 我爸爸覺得我很柔弱 所以我中學的時候 他幫我選了男校讀 但我那時候讀得很不開心 因為我一個朋友都沒有 他和我兒子只杯葛我, 笑我 以及排擠我 直到我讀中六歲的時候 以後, 學校終於收了女生 我才找到自己真正的朋友 他就是趙正妹 你做的? 我想和你一人一隻 好呀… 不行呀 可以呀, 女生 拍這首跳出來 很漂亮呀 你裝上鞋 這裡大腰腰, 加上腰腰 看邊邊 很像我一樣 只有在好朋友面前 我才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漁科畢業之後, 我考不到大學 爸爸竟然瞞著我 幫我偷偷報考警察 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只想學做手工藝 但他說不准我做這種女人的事 結果我誰都不肯聽他說走了 我還很記得走的時候他跟我說 你開了以後別認我做爸爸 我不會認你這個不男不女 你這個怪物做孩子 原來你剛才學博一步 是只要在無人症物症的情況下 打金錢牌 我試過很努力 叫爸爸接受真正的自己 他還跟我說 他要和我斷截父子關係 令我媽媽很不開心 我覺得無論家裡還是這個社會 都不會接受真正的我 漸漸我就患上了抑鬱症 要靠喝酒、吸毒和戒手來麻醉自己 後來我因為床毒被捕 那時候是我人生裡最黑暗的時間 雖然我當天去不了 打點我媽媽的身後事 但是法官閣下你的判決, 令我反思 我跟自己說 我不可以再讓自己這樣繼續下去 所以我決定戒毒, 重新做人 在我爸爸過了一生之後 我決定做回真正的自己 我去了接受性別心理評估 我還開始吃荷爾蒙藥 現在的我, 我敢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除了欠個松子手術之外 我絕對是一個女人 所以我根本沒有非禮譚小姐的意圖 法官閣下, 我沒什麼問了 我必須強調一點 就算你自我意識認為你是女性 也有可能非禮女性 在法例上, 女人非禮女人 同樣都是屬於刑事罪行 我相信法官閣下和辯方律師都很清楚 如果沒有新的證供 下一停就會宣判 是否跟到Hilton? 怎麼會跟不上 我早就在她的車上安裝了跟蹤器 看過時, 像是在去心理治療中心 她不能上庭跟太太說清楚 現在繼續屈住屈住一定很辛苦 放心吧, 我保證她的老婆 一定聽到她的聲聲 我兒子屈住了很久 我知道…我知道我對不起我老婆 但我不想整個小子帶著我減染具做人 但每一次…每一次她都是避開我 我對不起… 李先生, 教我怎麼做? 我試過跟他們談 但每一次…每一次她都是避開我 我對不起… 李先生的情緒很激動 去了心理治療室塵所 地址在南京街二至四號 老公, 我找不到你老公 診修也沒人聽 我也找不到他 老公, 你在哪裡? 我看到Andy, 就好像看到我自己說 老婆, 你不要因為我害了Andy 別我決了 老公 我怎麼找我老公的? 老公, 我要答應你嗎? 不要…別看… 二十幾樓, 集約穩定一點 一天都是你的 都不知道你跟我老公說我沒問題 你知道我肯助你來證人嗎 如果我老公有甚麼事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老公 你別嚇我, 你別做壽司了 小姐, 我以為甚麼都答應你, 好不好 為何你會在這裡? 我打電話給你, 叫我別下來, 快 我剛才叫你去天堂 走到外面, 還跌到電話路上 我剛才剛好覆診, 不見到電話 怎麼會跌到街上? 你不是走到天堂上跳樓嗎? 收不到問題 你們加上騙我, 太過分了 老婆… 你怎麼不騙我? 我還給你, 我在這裡幹什麼? 我打算用來, 我變成電話程式 走去騙他一定能騙得到 怎麼知道 誰知道也騙不到人 你別忘了你拿了律師牌來做擔保 如果譚詠實支持你需要證人 你真的會被擲牌 這麼大陣像, 找四大天王中外來這裡 飛雞叔, 你興奮了很嚴重的 你老頭, 你是這裡的首席 什麼事這麼順暢? 你是律師, 以後黑白的事都交給你 兄弟有事, 你就要用法律帶他們 阿公說得對 之前都怕有古惑仔在這裡賣丸子 搞穿個場, 家裡有盲盒在這裡 就算他們賣軍火也不怕 以前是癲姐幫你拉客 以後你要幫癲姐多吸收客 沒問題, 反正那間酒吧我這麼熟 爽快, 拿牌就算了 好, 那我收信一點 肯定在一個月 你當律師, 你就快沒得做了 還收十匹? 爸爸, 你這麼多事幹什麼? 我幫你女兒用 做個? 媽媽, 我以後打算算好才跟你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爸爸有這麼多事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查和了我 我本來可以做十匹的一個月司務 真是貪錢怪? 你不是跟你爸爸說, 說我快沒得做 是, 是我說的 胡太太知道我們搞了一場大龍鳳欺騙他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去大律師公會 打算你 我那天有想去跟他說錢的 你知道沒有看到什麼嗎? 胡太太, 急不急找我有什麼事? 我… 官方跟他律師有梁騷擾你嗎? 相信我 我有打電話給胡太太的 不過他不接我的電話 你把心情都拍拾好 找你的牌子來做擔保的嘛 我現在真的擔保你沒得做 不要 你以為我開十五皮一個月 你爸爸是否受了 你這麼想錢, 去做鴨子吧 好啊, 盲仔有視場 我說真的, 我幫你想過了 做盲人按摩太浪了 做師爺你又黑臉 在我這裡做…最適合的了 你又去哪裡了?紋身俠 我不健身, 怎麼做金鴨? 我們來看見自己的 蜂子 , 我們先忙給你 好, 我們先忙幾點 黄色跟海蜚天 喂呀, 爬手來 我們先忙幾點 我得把心思心幾點 你自己有什麼給我 你不見 Igc, 你好, 想愛你 你吧 Igc 絲不是這樣的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